好,接著我們要正式一個所謂的探索活動 好,本身看看就好了 他說我們要做一個東西 我們有一個所謂的冷計 冷計怎麼調配 就是食鹽跟冰塊用質量1比3的比例來配 請你把這件事情稍微記一下 稍微記一下,把食鹽跟做稍微記一下 做個所謂的冷計 好,那個,我們講印上的師範有寫不同的冷計的做法 你看看就可以了 你要記得一下我們用食鹽跟冰塊做一個冷計 讓它溫度會降到更低,零下十幾度 然後,把那個,然後再把一個冰塊的燒杯放在這個冷計裡 讓它冷降溫降到比較低的溫度 然後開始去加熱 每隔一分鐘加熱一次 然後得到一個表格 表格做,然後呢,把它畫成圖形 好,就得到一個實驗的數據 然後呢,把它畫成圖形 大,突然畫,放在嘴上畫出來 大概會長成像這樣子 這個式的重點就是你看到有兩條平平的線 知道嗎? 平平成什麼意思呢? 橫座標是加熱時間 重座標是溫度 表示我橫座標有在繼續加熱 可是重座標的溫度有沒有改變? 沒有 這就是我們的重點 這就是我們的重點 我有繼續在吸熱 我有繼續在吸熱 但是我的溫度卻沒有變化 因為這個時候 我正在處於一個狀態改變的情形之下 所以就是重點 我們東西的狀態要改變的時候 要從固體變液體 液體變氣體 或反過來 反過來氣態變液態 液態變固態的時候 我們這時候會要吸熱或放熱 熱量有進出 但是溫度不會改變 那這叫做融化的過程 或者是沸騰的過程 或者是凝固的過程 或者是凝固的過程 或者是凝結的過程 這個過程當中 就同時有固體 同時有液態 所以它顯得故意會共存 故意會共存 然後等到它全部都會變成 等到所有的固體都變成液態之後 液體之後 它的溫度才會繼續的上升 所以叫做融化的過程 所以融化的過程 所以我們就有這樣的曲線圖 我們這裡只畫到東西融化為止 之前是固體的時候先受熱 溫度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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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開始就融化了 融化了 然後等到全部融化完成之後 都會變液態之後 溫度還會繼續的上升 所以這時候是固態 然後開始融化 中間有在故意共存 然後融化結束 全部變成液態 所以它會繼續上升 叫做所謂的融化曲線 這個曲線圖可以考很多事情 我們待會再告訴你 那麼東西開始融化的溫度 就稱之為融點 水的融 冰的融點大家都背過零度C 冰融點 冰在零度C的時候化成水 一大氣壓之下 冰的融點是一度C 這叫做融點 那如果變成氣體的 叫做所謂的沸點 那也各位也都想沒有知道 水的沸點叫一百度C 融化叫做融點 沸騰叫做沸點 倒過來叫做凝結 氣態變化叫做凝結 凝結叫做凝結點 液態變化叫凝固 然後凝固點 一般而言 融點就會等於凝固點 背點就會等於凝結點 等於凝結點 然後凝結百度 應該不用再說要背了 反正小姨就背過了 要知道 要做 然後呢所以我們剛才的曲線圖 最好我們前面教過了 如果你是純物質 如果你是純物質 你的融點背點是固定 如果你不是純物質 你的融點背點會固定 這個我們之前就學過了 所以這個圖線圖裡面 這就是所謂的 融點 融點 好 剛才跟你講 這張圖 可以考很多事情 這張圖可以考很多事情 考第一件事 它是不是純物質 這個圖 是純物質 因為它有固定的融點背臉 如果我的圖畫成這樣 是不是純物質 不是 它沒有固定的融點跟背臉 我還可以問 我這上面如果寫了數字以後 我可以問你 請問你融點幾度 我對過來如果寫個60 表示我融點幾度 60度 可以考 我可以考一些問題 我可以考 我說這個是4分鐘 這個是12分鐘 我可以問一個問題 請問你 加熱6分鐘的時候什麼態 故意共存 加熱15分鐘什麼態 低態 我可以問它是什麼狀態 加一點小計算 加一點小計算 這個是6分鐘 請問你 固態跟液態的比幾比幾 全部變液態要幾分鐘 8分鐘 現在只經過幾分鐘 2分鐘 總共還有8分鐘才會固體變液體 那現在只有2分鐘 還有6分鐘是固體對不對 所以液態幾分鐘 2分鐘 固態幾分鐘 6分鐘 所以固比液體是3比1 3比1 我可以問你它的幾比幾 然後呢 我再加上一些數字 我還可以比較大小 我可以問你這個圖裡面 固體的比熱比較大 還是液體的比熱比較大 錯 如果這個線越平 代表什麼意思 溫度越不容易改變 對嗎 就表示比熱怎樣 越大 比熱大的溫度不容易改變 比熱小的溫度容易改變 所以越平的 就表示溫度越不容易上升 那表示比熱就 越大 那這圖裡面誰的比熱大 部體的比熱大 這是不用算的 如果我加上數字可以算啊 比如說我告訴你 我每分鐘吸熱 我每分鐘吸熱 200卡 這邊有100公克 那現在這個有4分鐘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代公式 H等於2倍加上就算他比熱了 對不對 我就可以變成有計算體啊 我可以讓你算他比熱 或者是我畫另外一條線 我畫個水的冰的 因為水的比熱我們會對不對 我畫一個水的冰的 然後開始問你 我可以問你 同樣的 當回我就會交到融化熱跟氣化熱 中間這一段 故意跟我們就在融化過程 對不對 所以當我這個數字就會融化跟氣化熱 所以我加上數字之後 我就可以問你 他的 融化熱多少 或者是氣化熱多少 我還可以挑一個問題 假設呢 假設這個是 假設這個是100公克的A物質 曲線長這樣 那我就問你 200公克的A物質 應該會怎樣 一樣 不對 第一個 前面這一段 要比較平還是比較抖 比較抖 這是100公克的A物質 如果現在是長成這樣 我現在加熱200公克的A物質 請問你會長哪一樣 第一個請問這一段要比較平還是比較抖 平 為什麼 200公克比100公克溫度不容易上升嘛 對 所以他要變得比較怎樣 平 但是平的時候 有一點會一樣 哪一點會一樣 中間會用 開始 開始 融點會一樣 開始融化不一樣啊 100公克2分鐘開始融化 那200公克幾分鐘啊 大概4分鐘啊 對不對 所以開始 但是問題是 我都是A物質 融點一不一樣 一樣啊 一樣啊 所以我要變得比較平 可是我融點要怎樣 一樣啊 比較像這樣啊 再來要變平的對不對 變平的嘛 融化 請問你 變融化過程要比較長還是比較短 比較長 比較長 因為100公克3分鐘融化 要不公開幾分鐘 6分鐘 6分鐘 所以要變得比較平 但是要變得比較怎樣 長 這些 這些 這也不要算啊 這也不用算對不對 這也不用算 所以 我剛剛跟你講過了 這個融化曲線 可以考很多問題 有要 可以考有計算 也可以考 不用計算 可以考很多問題 來問 那你要懂這個曲線的意思 東西加熱 溫度有在上升 後來融化了 有在吸熱 但是溫度不上升 等到全部融化完了 再繼續上升 那個開始的話 我們就叫做融點 如果我是存物質 我就有固定的融點 就有固定的融點 那 同樣是我 100公克跟200公克 我們的上升的快慢會不一樣 可是我們融點會一樣 我們融化的時間會不一樣 比較少的比較快融化 比較多的會比較慢融化 觀念很簡單 但是你要從圖上看得出來 所以說這個可以考 這個可以考很多題 這個可以考很多題 來問 所以你要知道它怎麼回事 OK嗎 OK 謝謝